大家好,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,我是明鏡,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中共2號人物李強從地方一下子約到中央,他是不是有能力扭轉中國經濟頹勢? 習近平為了誰下達了100多度指令? 日前落幕在中共二十大上,前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政治局常委會中排名第二,外界預料明年他將接替李克強任總理。 二年63歲的李強一下子晉升為中共2號人物,不但出乎外界意料,也引起社會高度熱議。 這位李強究竟有什麼經歷?公開資料顯示,李強早年是高人出身,恢復高校的後校上中專,雖然在黨內上升時,獲得了所謂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文憑。 但外界認為這類學歷都是中共官員運來的,甚至是由秘書代辦一切得來的。 他是習家班之江新軍的重要一員,在2004年至2007年他擔任浙江省委秘書長期間, 曾是習近平的高級助手。至2017年以來他一直擔任上海市委書記。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,今年上半年,李強在上海實施了為期兩個月的嚴厲封控,引發社會廣泛救病。 外界普遍認為他在上海封城期間的作為會使他試圖自暴。 但事實上來自上海民眾的差評,並不要阻擋他進軍中央的腳步。 華爾街日報注意到,李強在政治生涯中展現了他兩種特性。 一方面他在國內被稱為親相的實用主義者,另一方面他積極敢執行習近平的政策。 這兩種特性引發外界猜測,他將在接下來的五年中著重發揮哪一特性呢? 民主黨主席王君圖在受訪時表示,其實我覺得李強在某程度上是個傭才,你說他支持開放啦。 我覺得在東南沿海開放是大勢所趨,他想不開放都不行。 東南沿海老百姓骨子裏面就是開放的,他實際上就是徐大樓。 但他一旦上升到國務院總理,他就要轉變角色,就會站在習近平的立場啦。 華爾街日報披露,在去年習近平海戰對民營企業的整頓行動中,李強發揮了調和作用。 在上海封控期間,李強領導上海市政府採取閉環管理措施,保證特斯拉在內的外企得以復工復產,雖然無法確保普通群眾的物資供應,但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經濟。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吳德克說,李強對應該做什麼友好的倡議和好好的直覺,但一次又一次證明了,他對習近平是極其忠誠的。 我按照自己的直覺做事,一些與李強打過交道的人告訴華日,基於李強擁有與習近平長期共事的經歷,並獲得了習近平的信任。 他在政策上,比即將離任的李克強更有影響力。李強總是能憑直覺理解習近平模糊的,甚至矛盾的要求,將其落實為具體政策。 不過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,無論李強會否得到更多習的支持,中國經濟的政策只會愈來愈阻轉,因為這是習同中共的要求。 李克強在此可能會具體操作時更平衡一些,僅此異議。 但是我相信當局是制定政策時,也會顧及到政權的穩定性問題。 也就是說一旦經濟政策再出現大的問題,造成文制生計困難,習英哥也會再三考慮。 因為這樣直接牽涉到,他是否能穩固掌權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無論李克強還是李強成為總理,區別應該不會太大。 外界認為二十大後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下,中共會加速左轉,在末路上狂奔。 誰當總理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。 袁蘭方都市部主編成一宗認為,習近平組織的常委班子,這些人誰想誰下都不重要。 最重要是習近平這個有去留問題。 中國民間或者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,對李強有燃起了虛解希望,是一種自我安慰。 華也還披露,李強不僅在地方上重視發展民營經濟,還曾建議中央放鬆對網絡的嚴苛整治。 但是這個兩法是北京的反對下失敗了。 其中認為只要習近平繼續他的無限權統治,即使領導班子裡面存在個別自由派人士,他們也只會與習近平保持一致。 而對於社會發展的作用只能,惜乎其微。 《華爾街日報》日前發表文章《回顧晚晚舟案援囚內幕》,披露習近平曾經對晚晚舟案下達了100多條指示。 分析認為這件事是美中過力的一個轉折點,標誌著兩國關係,從商戶界被轉向全面敵對。 文章回顧了2018年,晚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經過。 當時晚晚舟擔任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,而華為正約約欲試,想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參與5G網絡建設。 晚晚舟被拘捕的原因,是美國指控華為違規向伊朗銷售美方技術產品。 加拿大政府在接到美方要求後,在加拿大溫哥華拘捕了晚晚舟。 華為與中共官方關係密切,其技術擴張讓美國擔心國家安全會受到威脅。 美國還努力說服盟友,也不要使用華為設備。 但遇到了困難,因為華為的5G設備具有高度競爭力,而且價格便宜,較負快。 逮捕馬晚舟原本是一件極小概率的事情。 逮捕馬晚舟時,阿根廷主義十封會正進行。 特朗普、習近平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都出席了會議。 逮捕令由時任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發出。 這個時候特朗普正在與習近平談貿易戰。 由於出席會議的原因,特魯多看到請求時, 馬晚舟乘坐的飛機已經在溫哥華缸落。 加拿大已經展開了抓捕行動。 馬晚舟換籌事件,就此拉開了序幕。 剛剛同意採購美國商品的習近平聽到消失後震怒。 為了報復加拿大,他親自致事,逮捕兩位加拿大公民作為人質。 幾日後,中共以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, 將兩位馬克爾拘捕。 其中一位是馬克爾·康明海。 他是加拿大外交官。 當時正為國際危機組織工作。 另一位是馬克爾·斯帕弗。 他當時正經營一家幫助學生訪問朝鮮的機構。 斯帕弗被關於遼寧省丹東市的一所監獄。 他與另外二十來個囚犯被關於一個牢房。 晚上他們好像沙丁魚一樣,並派入睡。 天氣炎熱時,勇仔的囚室內十分滿熱。 夜裡又很涼。食物很少,並且一城不變。 而康明海被關於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裡。 監視沒有窗戶。 日光燈全日二十四小時亮著。 在被關押前,看守所對他進行了最長持續十幾個小時的詢問。 獄警還收走康明海的眼鏡。 清監獄規定禁止金屬物品。 而馬曼洲過著怎樣的日子呢? 馬曼洲至少有七本護照。 在繳納了一千萬家元保釋金後。 馬曼洲被原禁在溫哥華一棟價值六百萬美元的房子裡。 當然,她是溫哥華的兩處住宅中較少的一處。 每日晚上11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,她必須在家裡。 其他時間則可以自由走動。 後來出於安全考慮,在獲得法院許可後。 馬曼洲搬到了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別墅。 裡面有七間惡室。 之後的兩年,加拿大一直要求北京釋放兩個馬克爾。 而美國政府亦表示,只要馬曼洲簽訂認罪協議,該案有望和解。 但馬曼洲拒不認罪。 2020年特朗普簽署對華出後限制命令,阻止華為獲取美國晶片。 華為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等產品。 新產遭到打擊。其產品下載Google軟件許可亦受到限制。 此時國際社會逐漸向美國靠攏。 開始切斷於華為的業務往內。 最終引發華為公司的跨塔。 美國總統大選後,拜登政府上台。 習近平將馬曼洲按視為收復美中關係的障礙之一。 因此一改不願。 談判的態度,下達了一百多條指示。 隨後馬曼洲在2021年9月24日間接承認銀行詐騙, 並接受延期起訴協議。 於是加拿大解除了區押。 第二日中方也迅速釋放被扣押的兩個米克爾。 這一重大換酬行動終於落下了圍幕。 在馬曼洲返回中國後, 加拿大宣布華為構成了國家安全風險。 禁止華為參與加拿大5G建設。 目前華為產品幾乎被全部逐出西方市場。 外界認為習近平之所以重視華為, 就是因為它是個間諜企業, 有被集情報的功能和盜取技術的功能。 如果西方安裝了華為的5G設備, 一切都在中共的監控之下, 後果不堪設想。 馬曼洲被捕雖然是偶然事件, 但卻讓世界開始認清了中共的面目。 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。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。 如果你喜歡《學科文》節目, 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和留言。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